每个人,在选择居住地点的时候,基本上都会情不自禁地居住在人比较多的地方,没什么人会愿意一个人生活在荒郊野岭之中,一方面这样能方便自己的生活,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免孤独。 而在这个星球上,最孤独的居住地,就在冰岛的LUA岛屿上,Della Island岛是冰岛第三大的岛屿,面积有六百多亩。LUA岛的景色非常好看,到处都是绿色的植物,一片清脆,一眼看上去,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。 在整个LUA岛上,有着一座很特殊的房子,该房子建立在这座小岛上的一处坡面上,非常的显而易见,这座全世界的最孤独的房子也可以说是四面朝海了。 从图片里可以看中,这座岛屿孤零零的屹立在海面上,四处都是悬崖,一座房子建立在这样的岛屿上,上下岛屿都非常的麻烦,对外交流很困难。 那么,为什么会还会有人选择生活在这里呢? 原来,在LUA岛附近有着非常多的一种名为海雀的鸟类,具有很高的价值,因此英国的狩猎协会在发现这座小岛后,就在这里建造了房子,并派人生活在这座小岛上。 不过,因为地理位置和地形的原因,这座岛屿的生活条件,其实非常的差,没有任何电力,水资源也全靠雨水采集,运送物资也非常的麻烦,因此,后来岛上的人,就接二连三的搬走了。 可以说,LUA岛岛的这座房子,虽然孤独,但是风景也是绝美的。 也正是这个原因,近年来有很多外国旅游爱好者,都会尝试去这座岛上,体验一番孤独之旅。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的话,这样一座孤单的小房子给你选择,你会愿意生活在里面吗?